刚才在他们的聊天当中 我们发现他们频繁的提到一个人 也就是李贵英的丈夫向先生 是这场借钱当中主要的一个主谋 是吧 对 那今天向先生呢 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 我现在来问一下向先生 刚才您的岳母说这件事情 就是借钱的这个事情 可能是跟你有关系的 你有什么想解释的吗 实际上借了个钱 因为我没有多大关系 当时我们的养 养小军 我们的朋友 不是借钱才认识他们的 那个是我们在一起 在我们下面来 我们一起吃饭 经常交代在一起 他们就认识我那个朋友 我们一起也就认识个朋友 所以我那个朋友杨哥说 他们陪着上前 如果不急用的话 他借了一个 就他们说 那么从我来说 我说我这个事情我不能那个 我说我家属可以找到 他的妈妈和他现在那个 就是那个后爸弟弟 其他那个这条 在他们家里我没参加 可能我家属和他妈妈一起 是这样有点的 杨先生到底有没有借这笔钱 还是说这笔钱 其实只是你们夫妻两个人 杨先生想了一个办法 借了这笔钱 真的借了 当然他们家里去 就是还有我现在的 后得的友妇 那这样好不好 杨先生 为了帮助你澄清这个事情 也帮助我们所有的人了解这个家庭事情的真相 我们现在可不可以现场连线一下 借钱的这位杨先生 可以吗 为了更加客观的求证这件事情 主持人李小峰在一个独立隔音的空间 跟借款人杨学军先生进行了电话沟通 喂 喂您好杨先生吗 您好 我们是辽宁卫视复合天使的节目 我们今天打电话是想跟您求证一下 您是不是有问李贵英和相议人借过二十万块钱 对 对 那就是有这笔钱 是吧 你承认就是跟许淑英借过这二十万 谢谢您啊 谢谢 好的那刚才呢我受大家的委托 特别到导播室给杨先生打了一个电话 杨先生在电话里面承认 她的确是有向许淑英女士借了二十万元现金的这件事情 这笔钱毕竟是你们夫妻两个人 对吧 去借给朋友的 所以你们也有义务去帮妈妈把这笔钱追回来 好吗 对 是 好 那我现在想问一下李贵英 如果把这二十万收回来 然后把它还给母亲 误会消除了 然后也就不要争吵了 你愿意吗 不愿意 为什么呢 我爸留下的财产留给我的 我只想属于该我得的那一份 我要 该属于我自己的 你觉得这二十万不是你母亲的是吗 不是 那我问一下许淑英 如果女儿把这二十万块钱收回来 然后给你还给你 你就不要再跟女儿计较了 你做得到吗 她跟我收回来 嗯 我的法律上了 我不干得她上了 一五两块 两块 她把我们倒跑了 的了 所以你们现在双方的意思就是 即便把这二十万追回来 你也不能原谅她 你也不能原谅你妈妈 对 但是我也在法 我也在法律上了 这个钱 好 您一再说到法律 我们现在来 请教一下我们的两位首席调解员 嗯 目前针对他们的现状 您二位 那有没有什么意见来给他们的 嗯 两个欠条呢 借款关系主体还是比较明确的 嗯 刚才我们主持人又和借款人 取得了连线 我觉得你从法律途径来 去确定你的债权关系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当然了 如果能通过女儿 因为和她直接有认识的关系嘛 也是她的朋友 把钱讨回来 我觉得这个 从法律角度来讲 应该还是比较明确的 许淑英 我想跟你说一下 现在呢 你的女儿女婿也承诺了 说他们会想尽办法 帮你去讨这笔钱 我想呢 他们会这么做的 就算他们俩不讨 你到法院里去一告 这钱还是你的 这个没有什么问题 你放心好了